网红林珊珊再次献身王思聪的生日派对庆生,难道这是想绑回那一位国民老公吗? 就在1月5号的那一天,网红王珊珊在账号上更新了一条动态,晒出了一组最新的自拍照片。 从她分享出来的动态中能看到了,她除了跟闺蜜们在一起合影之外,同时还跟王思聪进行了一个合影。 原来她在王思聪过生日的那天,也献身在了王校长的派对上,并专门为对方庆祝了34岁的生日。 有关注过林珊珊这位网红的网友们都知道,就在前一阵子的时候,她因为逃税的事情而被送上了娱乐的热搜。 然后当她被处罚的事情,才过去了一个多月,如今又开始了活跃在荧幕面前,并且生活依旧过得十分滋润。 从她的一些合影照片中能看到了,当她与其他的一些网红在一起合影之时,整个画面不仅是非常的养眼,并且还能看出了这一位林珊珊在照片中的心情非常不错。 她与闺蜜们摆出了各种自拍的自拍,而在照片中留下了那些美好的时刻。 可见在被处罚过后的林珊珊,她已经丝毫不受逃税的风波影响,但也能够让人看出了,林珊珊在过去做直播带货的时候,应该还是赚到了不少的钱,因此不愧是一位某宝钱市民的大主播。 如果你也认为做直播带货是非常赚钱的,那么在荧幕上或者留言区中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那里。 然而了解林珊珊的人或许都知道,在她过去所取得过的辉煌中,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王思聪。 因为在她还没有正式走红起来的时候,据说她曾是王思聪的一位前任女友,只是王思聪并没有公开承认过而已。 然后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因,让林珊珊当时借助王思聪的热度,而开始了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起来,并成为了魔宝的一位大主播。 虽说后来的时候,听说她与王思聪的绯闻结束了,以及王思聪又去物色了其他的新女性。 然而当林珊珊的处罚风波过后,她却主动现身参加了王思聪的34岁生日,这当中的关系就瞬间变得十分微妙了。 并且在他们的一张合影里面,林珊珊还故意在照片中说到了,王思聪的34岁生日,其实也是她自己因例的生日。 所以林珊珊的这一系列操作,给到别人的感觉都像是在主动向王思聪示好。 而且也让不少人都猜测了,难道林珊珊这是想要绑回那一位国民老公吗? 不过这一些都只是网友们的猜测而已,并且关于林珊珊是王思聪的前任女友之一,这也是网络上的一些传闻罢了,因此大家还是不要有过多的猜测。 毕竟那一位国民老公王思聪,她的身边一直都不曾缺乏过美女,以及被传出是绯闻女友的多了去。 所以关于林珊珊想绑回王思聪的这个说法,基本上是不可能会成立的,她们当下只是关系比较好的一对普通朋友而已。 毕竟在林珊珊的事业发展上,王思聪可是出过不小的力,曾空降了她的直播间,而让她瞬间提升了许多的人气。 因此极有可能当林珊珊因为处罚的事情而口碑之下后,如今只是想再次地凑王思聪热度,而让她在娱乐圈中重新被关注起来而已。 那么,在对于她们的这一件事情上,你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?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